原来黄德河当时想了个收主意 他提出让王金燕找个上海户籍的单身男人假结婚 为的是把女儿的这上海户口和上学问题给解决了 我们外景能找上海人结婚 比较孩子读书的人很多 给人家正常的是三万块钱 是这样的 在黄德河的眼里 婚姻不是一样值得尊重的 需要严肃对待的东西 它可以用来欺骗 获利和交换 它就像一个筹码 可以任意的摆弄 也许黄德河认为自己这才叫精明 但是玩火者终将会被火烧伤 黄德河终将发现 这个游戏中真正的输家一定是他自己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继续往下看 据黄德河说 当时王金燕答应了他的要求 2015年5月25号 黄德河刚从安徽回到上海 黄德河就对他说 事情全都办妥了 那我就说说吧 能够多少钱 他说弄好了上学 如果考察的话将来能把户口弄上来 弄过来给人家四万块钱 他们两个合同都定好了 合同都有 黄德河当时还挺高兴 就说想见见那个上海人 顺便请他吃个饭 感谢一下 而事情的转折就出现在了 这个时候 黄德河记得 王金燕当时的态度变得有些奇怪 他说什么都不愿意让他们俩人见面 黄德河心里就警觉起来了 凭着生意人的直觉 黄德河知道这假结婚可能有问题 于是第二天 黄德河也不打招呼 直奔王金燕的这个餐馆 就想把这事情弄清楚 可他跟王金燕见面还没说两句呢 俩就吵起来了 而接下来让黄德河做梦都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好几来过以后呢 啪 上面几个人 有十几个人 真正打我的是四个人 两个人一人一拳 我这站着 一样就打坐着 坐着过以后 另外一个人 打到嘴 打到这边 嘴巴当时 第二天都肿了 睡觉了 另外一个人拿个茶杯子 碰碰 碰头过 往头上 竟然在自个女朋友的店里都被打了 黄德河整个人都蒙了 他心说 我跟王金燕什么关系 你们不知道吗 我多少也算是这家店的半个老板了 你们怎么敢打我呢 黄德河在震惊之余 因为刮不敌众 就赶紧打了报警电话 当时警察把他们都带到派出所去了 也就是在派出所 黄德河才终于知道了 跟王金燕讲结婚的那人是谁 这个发现简直就是个晴天天地利 最终让黄德河走到了疯狂的报复之路 刚才我们说到黄德河在王金燕的餐馆里头被人打了 警察把他们带到判入了之后 其中一名参与了这件事的员工陈飞 他就解释了一下事情的起因 而陈飞的那说法把黄德河惊得是目瞪口呆 几乎都不敢相信自个儿的耳朵 直到这个时候黄德河才如梦初醒 原来跟王金燕结婚的正是他餐馆里的员工陈飞 这陈飞是谁呢 黄德河依稀记得他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 半年前才到王金燕的这个餐馆里来打工的 黄德河说他做梦都没想到 王金燕竟然会跟他假戏真做 这就让他感到无法接受了 黄德河说王金燕起初表示了悔意 答应了跟陈飞离婚 可是没想到才过了一天他就变卦了 而这回呢王金燕的解释是陈飞不同意 黄德河这下急了 他就去找陈飞离婚 然后我跟陈飞通电话了 陈飞又跟我这么说 这个女人我喜欢 你的女人跟我一缘我也很喜欢 我不可能把她们给你 我说陈飞 这就是你的不讲道理了吧 我说人家家里的东西 人家家里的宝 我说人家家里的宝 你给她抱到你家里说 你说你喜欢 这可能呢 可能不可能都不可能反给你了 你想怎么样都可以 随便你 陈飞的这个态度 把黄德河气得直发抖 一夜之间自个的女友和女儿都被人抢了 对方还这么刚傲的姿态 黄德河觉得这太屈辱了 其实黄德河冷静想想就会发现 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 这是他自个才对 当初是他借口没房子 不肯跟黄金燕结婚 不愿意给自个女儿一个完整的家 后来也是他自己提议 让黄金燕带着女儿去搞什么假结婚 这才有了陈飞的介入 但是黄德河直到这时候 都不懂得反省自己 只是一味的怨恨陈飞 而且他越想越不甘心 最后就做出了一个愚蠢的决定 他要报复 6月7号晚上 黄德河躲在黄金燕饭店的附近 看看有没有下手的机会 而这个时候他突然发现 黄金燕的车子就停在饭店的停车场里 黄德河当时就更生气了 因为之前黄金燕跟他说 自个儿的那车子卖掉了 这个车子黄金燕有欺骗我 我更加有点生气 我就打电话给黄金 放置黄金 适量的黄金燕就换去了 黄德河感觉这整件事情 就自个儿一个人是被骗了 于是他的怒气更加不可遏制 他看着这个曾经无比熟悉的餐馆 很快又给一个画面刺激到了 这陈飞在店门口进进出出 黄金燕就老板的样子 就让我们感到一个心上很愤怒 那么这个店我到场上来是进入出出 就这样黄德河内心的怒火是越烧越旺 他躲在附近一直等到凌晨三点多 眼看着餐馆打烊了 黄德河这就决定开始他的报复行动 当时他用备用钥匙发动了 曾经跟黄金燕共有的那辆车 然后就把车开到了餐馆附近 我把车就停在店门口 店门口我看到有没有人 我走马路边上去 我一块丝丝 吃肉就转着 转着我就扎上门 等到陈飞等三个人报了警 出门查看的时候 接下来的事情我们就知道了 黄德河开车撞下了他们 造成了两个轻伤 一个重伤的惨况 好 这就是黄德河的回忆 听上去吗 他是一个感情上受到了欺骗的男人 因为意识的不理智 犯下了大错 那么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吗 警方也为此询问了陈飞 陈飞的说法是他跟王金燕可不是什么假结婚 他们是真感情 而且他们的事发的两个月前就已经领证了 至于黄德河 王金燕跟他其实早就分手了 陈飞的说法跟黄德河那可是大相径庭 真相到底怎样呢 重要的是事件的另外一个当事人 也就是王金燕的说法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 据王金燕说呢 他其实早在2014年下半年的时候 就跟黄德河提出分手了 可是呢 黄德河不死心 一直都在纠缠他 王金燕完全支持了陈飞的说法 黄德河和陈飞到底谁说的是真的 也难以分辨 只有当事人自个儿清楚 目前呢 黄德河已经因为故意杀人罪 被上海市普通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其实黄德河落到这样的境地不管是什么原因都离不开他自个儿的原因 因为从他的表述上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对待婚姻太儿戏了 当婚姻爱情与自身利益产生冲突的时候 他首先考虑的也是他自个儿 婚姻简直就成了他权衡利益的一种游戏 却忘记了他本该是一种情感的长久承诺 那最后他果然就失去了这个承诺 成了一个游戏的失败者 这也算是他无可避免的一种结局吧 在此呢 也想提醒一下大家 人生有很多东西是需要严肃和用心对待的 亵渎了他们 就是亵渎了我们自己的生活